2003年,英美联军入侵伊拉克,战争正式爆发。 今年是2023年,距离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正好过去了20年的时间。 2011年12月,美军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伊拉克战争以及之后的治安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时至今日,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了差不多12年的时间了。 2003年,伊拉克军队被英美联军基本击败之后,萨达姆便开始了自己的逃亡生涯。 这个过程相当的短暂,仅仅只有8个月的时间。 2003年12月14日,他就在自己的家乡被美军逮捕。 2006年11月5日,齐被判处侥幸。 2006年12月30日,齐被处决。 10至今日,距离萨达姆去世已经16年有余。 伊拉克依然深陷恐怖主义于战乱的阴霾之中。 直到现在,或许伊拉克人民才明白,萨达姆的死,让伊拉克民众失去了非常多的东西。 曾经的伊拉克人民是非常反感萨达姆的统治的。 伊拉克人民认为,萨达姆带给伊拉克的只有恐怖和战争。 萨达姆是伊拉克复兴党的早期成员,曾经参加过对伊拉克共和国独裁者的刺杀行动。 也曾经被伊拉克阿里夫政权逮捕入狱,算是复兴党的元老。 1979年,萨达姆通过政变上台,开启了自己对伊拉克长达24年的统治。 而在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几乎就没有多长时间是不打仗的。 仅仅在萨达姆上台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萨达姆便对外发动了两一战争。 战争的起因是由于当时伊拉克和伊朗之间围绕着阿拉伯河的归属问题,有着一系列的领土冲突。 另一方面,当时的伊朗爆发了什叶派伊斯兰革命,和包括伊拉克在内的逊尼派国家的关系都不算很好。 而伊拉克赖以生存的石油贸易,必须通过伊朗控制下的波斯湾才能运出去。 伊朗之所以能够控制波斯湾,是因为其控制着波斯湾中间的大通布岛、小通布岛等三座岛屿。 而阿联酋对这三座岛屿也有着主权声索,至今仍在持续。 萨达姆伊拉克支持阿联酋的主权诉求。 因为阿联酋控制波斯湾总比什叶派的伊朗控制波斯湾要强。 所以萨达姆为此悍然发动了两翼战争,一场两翼战争打了八年多的时间。 伊拉克东部的大片领土都曾经被伊朗军队所控制。 伊拉克这个国家也为这场战争欠下了包括科威特在内的数个国家的外债。 1988年,两翼战争结束。 然而,萨达姆依旧没有停止对军工行业的大量投资。 为此,萨达姆不惜缩减民用开支。 当时的伊拉克人民过得并不快乐,生活也谈不上多好。 仅仅在两翼战争结束两年后的1990年, 萨达姆便再度发动了科威特战争, 因为萨达姆不想偿还科威特的外债。 随后,美国介入。 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惨败。 海湾战争之后的伊拉克, 长期遭到西方国家的贸易禁运, 就连石油都卖不出去了, 更是民生凋敝,百姓生活困苦不堪。 而萨达姆队内依然维持着强权恐怖统治。 其实,自从萨达姆上台之后, 就始终都在打压伊拉克国内的各种意见者, 对库尔德人等少数族裔也采取打压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3月1日, 阿联酋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个公开建议萨达姆下台的国家。 阿联酋的建议也开启了伊拉克战争的序幕。 3月20日,伊拉克战争开始。 仅仅半个月后的4月9日, 英美联军就开进了巴格达。 迎接他们的是巴格达民众的鲜花和掌声。 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欢呼的人群, 萨达姆的雕像也被激动的巴格达市民推倒。 然而此时的巴格达市民没有意识到, 等待着这座城市的将会是十余年的动荡。 但是如果说萨达姆从未给伊拉克带来好的一面, 那么这种说法也是不客观的。 在萨达姆上台前的伊拉克是混乱的, 而在萨达姆下台后的伊拉克依旧还是混乱的。 萨达姆为伊拉克带来的秩序可能是高压的,是恐怖的。 但是萨达姆的确为伊拉克短暂地带来了某种秩序, 即便它不够好。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客观地来说, 小国其实最需要的就是稳定, 独裁者会为了拉拢人民的支持而大力发展民生。 例如韩国的后两代军政府, 朴正熙政府带领着韩国人民完成了基本的工业化, 为韩国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而拳头换政府则是带着韩国实现现代化, 与经济腾飞的角色。 朴正熙可能有着自己的理想, 而拳头换的确就是一个重制, 但是他的确在客观上带领着韩国完成了经济腾飞。 萨达姆也是同理, 萨达姆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 但是萨达姆清楚, 自己的恐怖统治势必带来反抗, 而人民在萨达姆看来是可以团结的对象。 所以萨达姆为了拉拢人民, 在伊拉克国内实现了四个免费, 即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教育以及免费住房。 在当时的伊拉克, 大病小病基本上都是不需要花钱的, 而免费教育也并不是义务教育。 只要你能够考上大学, 就能够一直接受免费教育。 萨达姆任内修建了很多养老院, 老人在达到一定的年纪之后, 就能够入住养老院, 并且享受国家给予的退休金。 萨达姆在上台之后, 将伊拉克的所有土地国有化, 需要住房的家庭, 仅仅只需要缴纳一笔少的可怜的费用, 就能够得到一套住房。 萨达姆上台之后, 在农业领域的投资达到了100亿美元, 客观上让伊拉克完成了农业现代化。 1979年至1981年, 萨达姆刚刚上台的两年, 对于经济建设可以说是相当的上心, 经济投资比之前增长了29%, 1979年, 萨达姆对于教育的投资规模上升了75%, 自国以来, 无论是任何国家, 当权者发展教育事业, 都是一件能够让全民都感到满意的事情。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他们有了更多的上升渠道, 对于权贵阶级来说, 他们有了更多的岗位能够塞进去自己人, 对于学姐来说, 当权者越重视教育, 他们的社会地位就越高。 萨达姆投资教育是肯定会为自己带来更多的支持的, 但是问题在于, 伊拉克的这一切福利制度, 都是建立在石油贸易的大量收入的基础之上的。 伊拉克很难能可贵的是, 这个国家能够独立控制自己的石油产业, 而非常不幸的是, 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是萨达姆。 萨达姆是个战争狂人, 他一手缔造了一个前途无限的伊拉克, 又一手将其摧毁了。 在两伊战争后期, 由于伊拉克的军费开支已经超过了石油收入, 因此萨达姆政府被迫缩减民用开支, 伊拉克的福利制度事实上已经名存失望了。 萨达姆统治后期, 留给伊拉克人民的只有一个贫穷但是稳定的生活。 然而在美军到来之后, 伊拉克人民就连最后这点东西都丧失了。 伊拉克战争之后, 美国按照自己的想法, 随心所欲地打造了战后伊拉克的政府, 美国希望将战后伊拉克打造为中东民主化的样板。 当时的美国沁尼副总统是这样形容的, 我们会建立一个领土完整、民主的、多元的、各民族和各宗教人士, 都能够平等地发出声音的全新国家。 伊拉克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无穷的潜力, 伊拉克必将再次成为一个强国。 但是美国的改变, 只是让伊拉克政府陷入了无尽的争吵之中。 美国直接粗暴地解散了伊拉克的原有军事力量, 并且解散了伊拉克复兴党。 这些原复兴党成员和伊拉克救军队, 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极端主义者。 而美国亲手释放的原伊拉克监狱中的暴徒, 则进一步加剧了战后伊拉克的混乱。 但是美军仅仅只是负责挖坑, 却没有打算填坑。 事实上, 在美军基本扫清萨达姆武武装力量之后, 就已经开始着手撤军了。 驻守在伊拉克的少量美军, 根本无法压制伊拉克的极端力量, 战后伊拉克迅速陷入混乱。 这种混乱在2016年, 伊斯兰国占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之后, 达到了高潮。 当时的极端主义恐怖集团伊斯兰国如日中天, 但是此时的美国在哪里? 他们撤军了。 如今的伊拉克已经相对稳定了下来, 但是帮助伊拉克稳定的并不是美国, 而是伊朗。 目前伊拉克政府的控制力量, 并非是原富新党或者其他美国制造的乱七八糟的党派, 而是在萨达姆时期就始终被压制的伊拉克什叶派力量。 他们如今带给了伊拉克一种伊朗式的稳定。 但是硝烟未散, 恐怖主义者依然在伊拉克境内的偏远地区活跃, 伊斯兰国也未被彻底剿灭。 甚至连美国最初承诺的领土完整, 伊拉克至今也尚未实现。 反倒是库尔德人在美国的支持下, 实际上建立了自己的地方割据势力。 伊拉克人终究还是被美国欺骗了, 这个国家距离恢复秩序仍然任重道远。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惊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时, 回复001即可观看。